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如今经济衰退,中产反频,已经成为了全球议题。 从曾经的消费主义盛行到全球消费降级越演越烈, 我们可能都慢慢感受到,就在我们身边,人们的消费方式正在慢慢地发生着变化。 之前随着自媒体的发展,直播的盛行,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博主、网红、influencer过着奢侈的生活。 他们住着富士大house、大平层,平时不是在度假就是在shopping的奢侈生活, 而慢慢不同赛道出现,博主的领域也越来越多元。 极简主义也在不知不觉中盛行起来, 开始他们更多是宣传一个长期可持续主义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是淡薄物欲的理智的反消费主义者。 曾经这些influencer小范围内受到可持续生活方式支持者和延迟满足践行者的支持, 但慢慢地,他们正在被越来越多不同背景的受众关注, 他们的follower也正在慢慢由曾经的我买得起, 但我选择不买的群体, 扩展到我买得起,但我选择延迟满足, 以便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财富。 到现在,很多都是,我真的是很用心地想要在网络上学习如何省钱。 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大家消费更理智了, 正在慢慢地摆脱消费主义的绑架, 而到如今,无论是买少而精, 从而确保商品被充分使用, 完全地发挥购买价值, 还是买平价替代品, 不为品牌溢价买单, 这都反映了整个消费市场上大家消费水平的下降。 换句话说,不管理由是什么, 结果就是不买了。 世界贫富差距正在扩大, 富有的人越来越富有, 贫穷的人越来越贫穷。 而更重要的是夹在中间的中产, 我们当中的很多朋友可能都落在这个区间, 正在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 中产的部分被不断挤压, 当务之急,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确保自己能够站在越来越富有的那对人当中。 大家在YouTube上能够看到很多影片, 讨论中产阶级不断萎缩, 现实生活中中产当中的一部分人完成了阶级越生, 成为了富人, 而另外一部分人的生活则越发的拮据。 还有一部分人呢, 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才能维持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时的生活质量。 那么,便有钱的是谁? 越活越穷的是谁? 苦苦挣扎的又是谁? 带着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从而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财富, 并且让它像一棵小树那样慢慢长成参天大树。 因为我们的观众朋友来自天南地北, 我们用比较有代表性, 当然也是比较好收集的美国的数据, 来帮助大家剖析中产反贫的这个过程。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 从勤勤恳恳地打工人手中不动声色地夺走财富, 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回到1971年, 那个时候美国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8700美元, 这个时期美国房屋中位数售价为25200美元, 房屋的价格约占家庭收入的289%。 与此同时, 在当时的美国, 如果我们想要购买一辆新车, 汽车的售价中位数约为3918美元, 占美国家庭收入的40%。 同样重要的还有高等教育, 如果选择上公历四年制大学, 那么学院大学一年的平均费用约为394美元, 约为一年家庭收入的4%。 1971年, 这差不多就是我们祖父祖母成年了, 开始慢慢承担家庭责任的年代。 接下来, 让我们来到2000年, 也就是我们的父母挑起生活的大梁的时候。 这个阶段, 美国整体的经济增长还是非常迅猛的,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提高到了42148美元, 美国的平均房价现在也提高了, 跃升至168000美元左右。 比较一下, 我们会看到, 2000年, 这个时候, 父母和他们的同龄人如果购买房产, 房产的价格几乎占家庭收入的400%。 和爷爷奶奶那辈人比起来, 购房成本就几乎double了。 我们如果看汽车的价格则会更明显, 2000年购买一辆汽车的中位数为21850美元, 差不多是1971年的5倍, 不过所占家庭收入的比重并没有增长得十分夸张。 2000年一辆新车的价格是一个家庭年收入的52%, 受教育的成本也有所提升。 这个时候, 一个家庭如果供养一个大学生, 每年需要花掉一个家庭8%的年收入。 然后, 就到了2024年, 我们这一代人开始肩负养家的责任了。 现在家庭收入中位数以月升至8020美元, 听起来还不错, 但是如果我们将家庭收入与人们购买的物品的价格 和增长进行比较, 美国房屋目前售价的中位数约为43万3千美元, 约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41%。 而美国新车售价中位数也增长到了47500美元, 约为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9%。 普通大众的大学学费也跃升至每年13700美元, 这个金额大约是一年家庭收入的17%, 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 历经三代人的变迁, 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增长了9.1倍, 而住房的价格则增长了约17倍, 代步工具的价格提高了约11倍, 高等教育的费用提高了夸张的34倍。 除了硬性的柱形之初, 我们购买其他东西, 比如衣食的开支也同样增长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代反而不如一代, 以前是养儿防老, 现在反倒是父母一把年纪了还要帮衬子女。 更可怕的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我们一直说的都是家庭收入中位数, 而非个人收入中位数, 这就非常值得注意了。 在1971年, 绝大多数的家庭收入主要是由一个人的收入决定的, 男人是一个家庭的breadwinner, 而女人通常会留在家里照顾家庭, 而2024年家庭收入则更多的是两个人的贡献。 双职工家庭的另外一个常见问题, 就是对老幼病的照顾需要借助家庭外部的支持, 比如依靠护工、终点工、育儿扫等等, 这无形中又增加了新的家庭财务支出。 而不仅仅是个人生活成本的提高, 通过数据我们还能看到, 美国的国债占GDP的比重也在快速地增长。 1971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大约是1.1兆美元, 当时的美国国债大约是39.8亿美元, 国债大约占GDP的36%。 到了2000年,由于90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势增长,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44兆美元, 这是一个显著的增长。 然而同样增长迅猛的是美国国债, 那时已经达到了5.67兆美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6%,超过了一半。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猜到了接下来的趋势, 没错,到了今年, 根据年终预测, 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2024年大约能够达到29兆美元, 而美国的国债, 根据年终预测将会达到35.4兆美元。 债务占生产总值的123%,超过整整23%, 浙江创下美国近代史上最高的债务占GDP比例, 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2020年以来的美国政府不断增加的支出和国内经济增长的放缓。 美国国债占比GDP的123%, 这个数字背后的原因能够说明很多问题, 其中就包括为什么不光是美国的民众能够感觉到生活开支越来越沉重, 就连全世界的民众具体来说, 只要是我们所在的国家和美国有贸易往来, 那么大家的生活水平就不但受到本国生活成本上涨的影响, 还或多或少受到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的国债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影响。 除了国债, 1971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约为230亿美元, 2000年则由于1990年代末的经济繁荣带来了强劲的税收收入, 实际上出现了盈余,约为2360亿美元。 今年美国国家赤字预计会非常高,约为2兆美元。 这一庞大的赤字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包括疫情后的大规模复苏支出, 国债的高利息, 以及高额的国防和社会支出。 国债占比超过GDP的百分之百, 结合赤字能够说明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 美国政府明明没有挣到足够多的钱, 但却在举债经营。 而美国政府举债的途径可以是向其他国家借款, 比如说像中国、像日本、还有英国、卢森堡等国家, 包括台湾。 可是大家知道吗? 日本和中国也仅仅是美国的第二、第三大债主。 美国最大的债主不是别人, 正是美国自己。 美国政府除了向美国普通民众发行国债, 还有很大的一部分资金来源就是美联储。 而当美联储拿不出数万亿美元借给美国政府的时候, 加一美元就成了获得更多美元的途径, 而这就是美元贬值的罪魁祸首。 美元贬值相较之下, 物价的上涨也更为明显, 毕竟钱已经不值钱了, 全世界持有美债的国家, 他们手中的美债也自然变得不值钱了, 这些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会随之受到影响。 通过这半个世纪的趋势, 我们能够看到美国政府介入的美元越来越多, 国内人们的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 遗憾的是, 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增长的速度。 伴随着政府财政赤字的增加, 政府也在试图提高收入, 而政府提高收入的最常见方式就是增加税收。 讽刺的是, 富人总会有合理的办法, 合法地降低自己的付税比例, 更大限度地保留自己的财富。 穷人则要么不到起征典, 要么干脆连工作都没有, 反而能够享受补贴待遇。 反而是夹在中间的中产, 真真正正自己带回家的每一分钱都是打拼下来的血汗钱, 吃不到福利, 还是纳税和交社保的主力军。 近几年不光是靠薪水度日的中产, 小型创业者, 企业家也由于贷款利率高, 还有逐渐提高的企业资本利得税, 生存环境日趋艰难。 那么, 在面对全球经济衰退, 中产反贫, 贫富差距继续扩大, 我们又将如何确保自己, 能够身处财富增长之列, 成为越来越富有的人, 而不是被迫反贫。 变得富有的秘密不在别处, 就藏在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上升曲线中。 从1971年到2024年, 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年均收盘价增长了5319.61%, 而从1971年到2024年, 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的增长才仅仅为720.36%, 也就是说, 标普500指数的增长是家庭收入中位数增长的10倍, 而我们知道标准普尔500指数反映的就是美国市场上 最具有代表性的500家企业的盈利状况, 增长率5319.6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物价的增长感受得特别明显。 不过,当上帝关上了一扇门, 他还为我们留了一扇窗。 透过标普500指数的增长, 我们看到了过去的半个世纪, 股市投资的上涨,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是投资者, 我们会变得更富有, 而如果我们依赖工资, 我们的工资永远不会跑赢大盘。 不但如此, 两者之间的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再加上我们刚刚提到过的货币贬值的问题, 我们努力工作试图获得加薪, 但问题是我们的加薪完全跟不上其他东西的价格增长, 也无法对冲货币贬值的速度。 要知道, 这种情况并不是在2020年疫情之后才开始的, 这种情况已经默默地发生了几十年, 很多日子过得懵懵懂懂的朋友压根都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就算有些朋友总算是后知后觉, 而这时家用已经开始捉襟见肘了。 不管哪一种处境更能描述你的现状, 你现在看到了这期节目, 你就明白了, 如果不开始投资, 想要仅仅依靠努力工作升职加薪, 你就会越来越辛苦, 越来越吃力, 到最后, 哪怕你同时打两份工, 甚至三份工都无法跟上不断提高的生活开销, 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 无法供得起自己的车, 更难支撑未来子女的教育费用, 简直就是越努力越心酸。 不过现在就是转机的开始, 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 上学时就读的是什么专业, 现在你都可以开始为自己补充财务知识, 无论是系统的学习, 通过读书, 还是通过订阅适合的栏目, 或者干脆多管齐下, 提高自己的财商, 帮助自己了解市场, 了解经济体系, 尽快地让自己加入投资者的行列。 数据已经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经济体系一直以来都是鼓励投资者, 投资者就是会受益, 从长远来看, 越是通货膨胀, 反而就越是对投资者有利。 当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收入, 慢慢地积累起来, 逐渐地转换为自己的资产, 让它变成可以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持续增长, 为我们带来收益的投资, 我们也就慢慢地走上了财富积累的良性循环。 现如今, 绝大多数人还不是投资者, 而只是单纯的消费者, 他们赚钱就是为了花掉它, 甚至还会用债务花更多的钱。 就像乔治奥威尔所说, 工人阶级真正的需求被剥夺殆尽, 但得到了廉价的奢侈品作为缓解生活表层痛苦的些许补偿。 只要不投资, 就算是现在拿着高收入的中产, 也无法摆脱高级打工仔的本质, 反而因为他们本身的圈子和生活水准就略高于其他人, 他们手中的钱也会越花越快。 其实, 如今全球经济衰退反而是给更多的人敲响了警钟, 让大家开始关注个人投资理财, 开始积极地寻求提高收入的方式, 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自己站在财富的那一对。 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难, 那就是成为投资者, 从而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跑赢其他人, 种下一棵树的最佳时期是十年前, 其次就是现在。 好了, 感谢屏幕前的你收看到了最后, 希望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能给你带来一些哪怕是小小的启发或者是帮助。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个赞支持一下, 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我们这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咱们下期再见吧。